我前一阵子去了迪拜 你一下飞机 就感觉到了另一个星球上一样 50多度的地表温度 先是茫茫的一片沙漠 然后这个沙海里 就若隐若现的 出现了一个现代城市的剪影 你就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哇 一个奢华的 让你眼花缭乱的世界 最显眼的 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 下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购物中心 警察开着顶级超跑 顶级豪车在那寻街 2万美元一晚的总统逃房 体验一把什么叫做 睡觉睡到破产 你还可以去私人动物园里遛老虎 在这么个沙漠城市里滑雪 迪拜甚至人工填海 造了两个巨型的棕榈岛 注意哈 我说这个棕榈岛 不是说岛上种点棕榈树那么简单 而是整个岛的形状 你从卫星上看 就像一棕榈树 What 你瞅瞅 人家炫富 都不是炫给你看的 是炫给外星人看的 2024年 迪拜是全球富豪移居最多的目的地 你说 它是怎么从一个偏远的沙漠城市 变成了现在全球最强大 最光鲜亮丽的城市之一 可能很多朋友想当然就会觉得 这不松有分题吗 人家是中东土豪啊 那肯定是靠石油嘛 我跟你说哈 那你就草率了 其实迪拜的石油很少很少 现在只能占到它GDP的1% 而它的发展 也伴随了很多迪拜政府 可能不希望你看到的阴暗面 大量被压榨的外来劳工 被活活热死 也是黑帮 毒贩 洗钱者的温床 咱们今天就来探究一下 迪拜 包括中东 它非常独特的经济模式和发展思路 它又面临着怎样的风险和挑战 首先啊 迪拜它不是一个国家 它是阿联酋里边的一个酋长国 阿联酋的全称呢 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是由七个酋长国联合起来组成的 它经济的主要单位呢 都不是整个国家 而是里边每一个酋长国 它们有非常大的自主权 享有几乎百分之百的财权 就我的地盘上 我的税收 我的石油 完全归我 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自己定 中央政府呢 可能就是统一一下货币啊 管管外交 国防 联络一下各个酋长国什么的 这些酋长国里最主要的俩 就是阿布扎比跟迪拜 占了整个阿联酋GDP的80% 这每个酋长国呢 都有自己的酋长 叫埃米尔 所以一般啊 阿联酋它有一个不称文的规定 阿联酋的总统 是由阿布扎比的酋长来当 而阿联酋的总理呢 是由迪拜酋长来当 这俩人可以说是阿联酋 权力最高的两个人 所以你也能看出来啊 这个中央政府 跟各个酋长国之间 它其实不是一个那种 上下级的关系 更像是一个联合政府的感觉 看 朋友们 迪拜的落日 美不美 就这回我不是去中东吗 你就能感觉 几乎所有的什么酒店办公楼 都会挂着这两个人照片 我还特意打听了一下 这应该不是一个硬性规定 就只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以示尊重 所以你可见这两位 在阿联酋的地位 其实在19世纪的时候 中东这一片 还并没有发现大量的石油 可以说是非常原始 这些酋长国呢 各自也都是独立的 就像是那种一个个小渔村 那时候迪拜经济 主要的收入来源就俩 一个是靠捞珍珠 另一个是海盗 因为迪拜 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关键 它处于波斯湾 通向外界世界的唯一通道 其实就非常适合 打劫 整个最后 英国人实在是受不了了 就跟这些酋长国之间 签了一个那种休战条约 大概意思就是说 你们别抢我了 这是烦死了 我呢作为日不落帝国 我可以保护你们 并且给你们一些 这个贸易上的合作 所以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呢 迪拜慢慢就变成了一个 不小的贸易港口 但是从1930年开始 迪拜经历了一段 长达30年的经济震荡 一是受到美国经济大萧条 和二战的影响 全球贸易萎靡 还跟边上的阿布扎比摩擦不断 更倒霉的你知道是什么 出现了一个日本人 叫韵努本 就是Mikimoto 这哥们发明了 人工养殖的珍珠 就让盛产天然珍珠的迪拜 直接躺墙 总之啊 二战之后的迪拜 大概就是一个三万人左右的 浮浮通通的小渔村 你怎么看也不会觉得 它日后能有什么崛起的迹象 就在这个时候 迪拜迎来了转机 它发生了三件大事 一就是1971年 阿联酋成立了 当时随着英军的扯军 这些酋长国决定 拉起手来合伙过日子 这样迪拜至少 不用跟旁边的阿布扎比 在每天明争暗斗打来打去了 迪拜遇到的第二个转机 就是它发现了石油 没错 迪拜也是有石油的 只是不多 据估算大概是40亿桶 这是什么概念呢 我简单估算了一下 如果按照现在的油价 再跑去一些开采成本 它大概值2000亿美元 相当于迪拜不到两年的GDP 所以怎么说呢 这肯定是一大笔财富 但也绝对谈不上 让它100年一时无忧这种地步 那就不像边上的阿布扎比的话 那这是挖到宝 石油储量有920亿桶 是迪拜的23倍 全球有超过5%的石油储量 就在那么大一定点小地方上 所以说迪拜跟阿布扎比 它俩虽然紧挨着 也都属于阿联酋 但它俩的骑士手牌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就是迪拜 历史上的石油开采量 91年之前 大概每天还能保持在30万桶 之后就一路下滑 现在每天也就产5万桶 就不像边上的土豪 阿布扎比同学 每天能产300万桶 不过话说回来 也正是因为迪拜 它发现了石油 但又不多 足够让它手上 有第一桶金去支配 但又不足以让它 这个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所以说这40一桶石油 就是激发它潜力 刚刚好的量 也成为了它的第二大转机 你看 咱这不有点辩证的角度 看问题了 这个迪拜的第三个转机 就是它赶上了一位 非常有远见的酋长 叫做Rashid Lashida 我顺便吐个槽 这些个酋长的名字 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因为他们的名字 是要把它足足倍倍 好多个人的名字 都放在里头的 所以你看他们名字 感觉都是差不多 你得一个一个对 不然就特别容易搞混 但我指的 这个非常有远见的酋长 就是指1958年到90年 执政的这个酋长 拉西德本 Said ala Maktoum 也是奠定迪拜 发展契机的一人酋长 其实你想哈 阿联酋不是酋长制吗 理论上呢 这块土地上的税收啊 石油 都是归酋长他们家的 也就是归这个 Maktoum家族所有 它其实是可以自由挥霍的 但这个拉西德 他心里就非常清楚 迪拜的处境 他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我祖祖辈辈都是骑骆驼 我现在或许可以开奔驰 我的儿子孙子 或许可以开骆驼 但再往后的子孙 可能就又要骑回骆驼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非常喜欢骆驼 开玩笑 说明他认识到了 这个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我不能让我的子孙 再回去骑骆驼 所以他一上来 就不惜重金 大狗基建 对于当时迪拜 那么落后的一个地区 基建可以说是一切的基础 他建造了电力线路 电话服务 还有迪拜的第一个机场等等 而拉西德很快也意识到了一点 迪拜除了有石油以外 他还有一张非常关键的手牌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解的 是什么呢 就是他的地理位置 你看中东 他位于亚欧飞的中间 而迪拜又在波斯湾的入口处 所以夸张一点说 他就是在整个亚欧大陆的一个中心 所以很自然的 拉西德就开始大型土木建港口 先是1972年建了一个拉西德港 你看还是不够 79年又开始大动工程 建成了著名的捷备阿里港 也是现在全球前十大的 集装箱港口之一 但我跟你说 迪拜可不是搞一搞基建 建个大港口它就完了 你想全球大港口多了去了 但迪拜可就这么一个 拉西德还是非常有远见的 他想把迪拜建成一个 全球的商业中心 未来石油也不光靠贸易 你怎么能成为商业中心呢 对吧 这里头重中之重就是投资 你得有足够的钱流进来 来撬动全球的资本和人才 来帮我发展 这个在短期内可以说是最快最有效的 所以你会看到一会咱们要说的 各种策略各种政策 它非常主要的一个目标 就是吸引外资吸引人才 你看它是怎么做的 首先就是法律跟文化上 我得跟世界接轨 你要知道阿拉伯文化 它其实跟现代的商业文化 差别还是挺搭的 你就比如说男女平等上 在传统的阿拉伯文化里 它是可以一夫多妻的 而且女性又不能独自出门 包括很多大多数社会活动 都会受到限制 但拉西德心里非常清楚 迪拜想要吸引外资 想要走向世界 那就必须得先过了男女平等这关 所以它从70年代开始 就开放女性教育 开放女性的工作权利等等 比如你看边上的沙特 它是到2018年才允许女性开车 但迪拜这步的 一直都可以随便开 大概意思就是说 欧洲人美国人来看看 我们跟沙特可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儿男女平等 再比如说 伊斯兰教的文化里 它是不能饮酒的 所以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里边 其实对饮酒是完全禁止的 但拉西德他也知道 你要想成为商业中心 你怎么可能不让人喝酒 你觉得这可能吗 那撩嗨了谁还不喝两杯呢 所以他也说了 你们外国人想在我这儿喝酒 没问题 只要你不是穆斯林 在指定的场所里边 你爱怎么喝怎么喝 这些都好商量 咱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根据伊斯兰教的传统 它周五是要做大礼拜的 所以大部分的阿拉伯国家 它的周末是周五跟周六 然后周日上班 我跟你说 这次我去沙特的时候 我就挺纳闷的 你说大礼拜天的 商场怎么一个人也没有呢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 人家心情天使得上班 但迪拜呢 为了跟国际接轨 从2022年开始 周末也改成了周六跟周日 这就是一些例子 总之呢 虽然你现在去迪拜 还是会感觉到 有一些阿拉伯文化的限制 但它已经是 中东这个地区里边 最开放 最自由 最西化的地区了 而且我跟你说 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那人 对文化开放的用词 可以说是非常的巧妙 他们不管这种叫 自由化或者开放化 这种特别正面的词 就好像显得 原来的传统文化 非常的封闭 非常保守一样 他们管这种开放 叫做世俗化 Secularization 就非常的中性 大概就是说 我们传统文化 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我呢就是为了发展 来迎合你们这些世俗 嘿嘿 除了世俗化 迪拜的第二大招 就叫自由化 比如刚才咱说到的 捷备阿里港 它为什么能成为 中东第一大港口 当然它地理位置 基建这是一方面 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它身处在一个 自由区 叫做捷备阿里自由区 一个只有57平方公里的区域 却吸引了整个阿联酋 36%的外国直接投资 贡献了迪拜 1%的GDP 在这个自由区里 外国的投资人 是可以享有100%的所有权 不需要牵扯任何的 本地合作伙伴 同时在税收上 15年内 它不收任何的公司税跟收入税 就这么简单 零 你看光这两条 就对海外大量的企业和创业者 非常吸引力了 它就像是在阿联酋国家里边 抠出来了一块 完全没有国籍概念 没有限制的飞地 飘在空中 完全自由 除此之外呢 还有非常完善的 配套设施 仓库 配套服务等等的 这一系列制度 吸引了将近1万个企业 在这里注册 而你以为它就是个特例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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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的自由区 迪拜先后建了26个 比如说它的网络城 媒体城 国际金融中心 珠宝城等等 都是零收入税 加上就是个行业的配套措施 而且我跟你说 其实不只是在这些自由区 整个迪拜都没有个人所得税 迪拜就是想用这种 压倒性的福利利度 来吸引大家来中东 这个诈一厅 你可能觉得鸟不拉屎的地方 投资 建立分公司 甚至总部 其实也带动起来它的金融行业 那你看哈 这么优惠开放的税收政策 不光吸引公司 人也会跟着一起来 你只要在迪拜 投资200万迪拉姆 大概就是50万美元 不到400万人民币 就可以拿下它10年的工作签证 号称叫做红金签证 所以大量的富豪 都会选择在迪拜 投资房地产 甚至直接移居到迪拜 你比如说 印度首富安巴尼 跳贝克汉姆 都在刚刚我们说 那个棕榈岛买了房 有一家公司叫做H&P 它会估算百万富翁 也就是净流动资产 在100万美元以上的这些富豪 每年在各个国家之间流动的情况 它就估计 在2024年 会有6700名富人 净流入到阿联酋 全球排名第一 远远甩开了 第二名的美国 和第三名的新加坡 而这里头的绝大多数 其实都流向了迪拜 不过啊 迪拜这么宽松自由的 资本吸引政策 就引发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它从资本的角度来讲 真的可以说是 藏物纳购 成了一个全球的洗钱中心 全球资本监管的 这么一个盲区 迪拜呢 虽然明面上 也是有一些 反洗钱的法律法规 可实际上吧 我跟你说 就只要你钱进来 这个钱是真钱 那我就收 而且我保你安全 就在迪拜这么多年 从来没发生过 因为洗钱 或者因为钱不干净 就遭遇没收 这种重大的案件 我就给你举一个 最最常见 同时用极其 简单粗暴的洗钱方式 很多人呢 他会从英国的西斯罗机场 贷巨量的现金 就塞在行李箱里头 贷到迪拜境内 因为西斯罗机场 它不会查你 离境贷的现金 迪拜呢 又不会查你 入境贷的现金 所以你就拿这个 行李箱的现金 大摇大摆就这么进来了 然后你可以把它存进银行 或者直接买房 正常大部分经济体 你拿这么巨量的现金 人家肯定会觉得 你行为可疑 肯定会被盘查询问 你这钱是怎么来的呀 干不干净呀 你给我提供证明啊等等 但是在迪拜 你放心 我绝对一个字都不说 一个问题都不多问 只要你这个钱 是真的就可以 你要是想再稳妥一点 你甚至可以建一个空客公司 用这个公司的名义 在迪拜买房 这个售楼处 也不会问你 这个公司背后的任何信息 你再比如说 前两年美国不是制裁 俄罗斯富豪吗 这些俄罗斯富豪上亿的资产 在欧美又待不下去 他又不想转移回俄罗斯 怎么办呢 去迪拜 前两天 某全球知名通信软件的创始人 布罗夫 在法国巴黎被捕 他原来是俄罗斯人 你知道他现在是什么国籍吗 就是阿联酋 当然他很多重国籍了 阿联酋只是其中一个 你再比如说 很多币圈的大佬 最近都喜欢把总部放到迪拜 而且会在当地买房 你说为什么呀 我们知道 币圈还是挺乱的 或者说是非常自由 那就有很多灰色王尔法 或者灰色收入 你要是在东亚 或者欧美这些地方 不光税收高 加密货币还可能会面临 非常大的政策风险 但迪拜就明说了 说来我这儿 我们欢迎你们 我们支持加密货币 一直以来吧 对于这种灰色交易 迪拜政府都可以说是 争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他也是从中受益的 但最近几年呢 迫于全球的压力 而且迪拜他确实 自己名声有点被搞抽 就大家一听说 你的总部社在迪拜 你的房子在迪拜 他下意识就会觉得 你这个钱可能是有点问题的 就有点那个 劣币驱逐良币的意思 所以迪拜政府最近也开始 采取更严格的翻新钱措施 总之迪拜 他确实靠着非常自由的 宽松的税收政策和贸易政策 吸引了大量资本 但这还没完 你说他要就是为了自由化 那他干嘛费那么大劲 去建坛最开始提到 那么夸张的建筑呢 就纯粹为了旋风吗 那显然不是 这就是迪拜的 另一把杀手锏 营销 你可别听着营销 什么虚假营销 过度营销 这是不好 但单纯营销 它其实就是个中性词 我就宣传我自己嘛 就把让大家知道我 迪拜就非常会搞这套 你看啊 大家一提到威尼斯 就会想到水城 一提到巴黎 就会觉得浪漫 那我怎么能一提到迪拜 人们先想到的 不是石油 不是沙漠 我不是中东中东 城市里的一个小透明 而是前卫 现代化有记忆点的呢 迪拜他就觉得说 我不能是说 普普通通质量好 或者优秀就OK了 我就得做到 就让人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也是为什么迪拜 干点什么就得追求 世界之罪 追求与众不同 即使它会耗费巨大的成本 你比如说这个迪拜之框 就是建的跟个画框似的大楼 咱们都学过嘛 三角形是最稳定的 四边形是非常不稳定的 所以这个大楼 不管是从建造的成本 难度 利用空间 投资回报率 哪个角度考虑它都不合理 但是它越不合理 它就越吸引眼球啊 你再比如说 咱们最开始说 那两个著名的棕楼岛 它为什么费那么大 每个都是上百亿美元的投资 你单从整个项目的投资回报来看 肯定是不划算 或者说收益跟风险不成正比 但这些项目 对整个城市的形象来说 是有非常大的提升作用的 就有很大的正外不行 你不能单看这一个项目的回报率 你就好比说 巴黎建了一个IFR铁打 你要单从这一块土地的 投资回报来讲 那肯定不make sense 你一年门票能收多少钱 我还真查了一下 它一年门票收还不到一亿欧 都不够它维护的成本 但它对整个巴黎有多重要 是吧 我相信大家心里应该都清楚 这个其实就是迪拜的思路 我不能保证 建一个建筑就能像IFR铁打那么炸 但我可以以量取胜 我就给你建几十个 奇形怪状的IFR铁打 来增加我的记忆点 有了这些记忆点 迪拜再去满世界的放自己宣传片 找名人代言 就可以说是事半功倍 产生更大的话题度 你看那个哈利法塔 它里面能容纳超过三万人起居 高吧 壮观吧 可就是因为它的人口密度太高了 配套的排屋系统 在最开始还没到位的情况下 它就开始营业了 所以最早的十多年 它每天都要靠卡车 一车一车的 把这几万人的排泄物给拉走 所以你看 这其实从侧面反映出来了 迪拜它建城市的一个思路 就是后端乱一点 可以 但前端 我一定得风险亮丽 我得炸 但另一方面 这些神奇建筑背后的代价 也是巨大的 要知道在迪拜 有超过88% 都是外来打工人 他们主要就是来自南亚 像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等等 为了更高的收入 来到迪拜 但这里有很多 其实都遭受到了 非常严重的人权侵犯 比如说有些人来迪拜打工 第一天 他的护照 就会为雇主给收走 那你要是想走 想不干了 都不行 就单这一点 其实就给雇主 非常大的话语权 来压榨员工了 再比如什么拖欠工资 非常恶劣的居住环境 歧视 医疗保障不足等等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很多人每天被要求工作超过12个小时 而且没有固定的休息日 你别忘了 他们可是经常要在50度的高温环境下搬砖 据估算 每年有上千名的外来劳工 叫自然死亡 根据印度的大使馆估算 每年大概有100名的印度劳工 会在阿联酋自杀 注意 我只是说 这种现象非常的普遍 并不是所有打工人都这样 那不至于 这些外来劳工的人权问题 其实不光是迪拜的问题 整个中东都有类似的现象 你比如前两年 卡塔尔赶攻世界杯的时候 也涉及到了大量类似问题被曝光 直到2017年迫于国际的压力 阿联酋才通过了一个法案 就要求工人每周要有一天的休息日 但这项条款 可以说到现在也没有被完全贯彻 而且即使受到了人权侵犯 他们都没有渠道去维权 因为在迪拜 不管是警察还是法院 几乎永远是站在本地人这边 所以你看 来自南亚的这些廉价劳动力 可以说是迪拜奇迹的一个黑暗之珠 那反过来 迪拜本地人 他们福利就非常多了 很大一部分人 可以免费的分到土地 或者政府直接就送你房子 他们的教育 医疗 养老 几乎政府全包 男性 结婚 政府就立刻送你 一万九千美元的补助 等等吧 就业上 他们也有特权 阿联酋政府他就要求 大部分的私企 都要有一定比例的本地人 一般是4%到8% 所以每个公司 都有几个那种 穆斯林的白袍员工 就跟他供着 跟个吉祥物似的 同样的工作 他们的福利 工资也都会更好 一个月 而我们刚刚说的 这些外来的打工人 尤其是蓝领的劳工 他们的工资 可以说只有 本地人的十分之一 最低可能也就 200美元一个月 好 咱说回到迪拜的发展 虽然呢 他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他的营销 确实是非常成功 在他持续不断 不惜重金的投入下 迪拜把现代化 前卫奢华这些标签 可以说是牢牢地 印到了人们的脑子里 也带动了迪拜的 一大支柱行业 就是旅游业 现在迪拜是全球 第三大旅游城市 每年有超过 1600万人次的国际游客 我跟你说 有一个公司 我必须得拿出来 单独说一说 他对迪拜的商业化 旅游业 可以说是太重要 你知道是哪个公司吗 就是阿联酋航空 你别看他名字 叫阿联酋航空 感觉像是 阿联酋这个国家的 我跟你说 他其实是迪拜政府 也可以说是 马克图姆他们家的 他的CEO呢 就是马克图姆他们家 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来担当 这一家公司的营收 就相当于迪拜超过 四分之一的GDP 而且他对迪拜的作用 不仅仅是GDP的贡献 还有就是营销 你是不是一提到 阿联酋航空 就会想到奢华 他每年要承接 5000万人次的乘客 那可就是5000万人次的广告 就算你只是去转个机 我也得让你见识见识 迪拜有多豪 之后呢 大家就会口口相传嘛 所以这也会导致 很多人即使没做过 阿联酋航空 但都听说过他奢华 为了打造这个奢华的形象 阿航可以说是不计血本 你比如说全球最大的客机 就是那个双层的 空客A380 可以说是航空界的劳斯莱斯了 目前空客总共就交付了 251架 其中有123架 也就是说全球几乎一半的A380 都是被阿联酋航空给卖去的 你看啊 咱刚才讲迪拜政府的各种策略 他又使劲花钱 又减税 还没怎么有石油 那你是不是就有疑问了 他的钱是哪来的呢 好问题哦 确实 税收收入只占到了迪拜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 他可能也会从增值税啊 关税啊这些地方抠一抠 但这不是他收入的大头 大头在哪呢 我跟你说啊 毫不夸张的说 大半个迪拜就是他政府自己家的呀 那些各种大大小小的项目 也都是他所谓这些国企开发的 这些国企卖房的收入 酒店的营收 还有大大小小各种乱七八糟的收费 最终很大一部分 其实都流向了迪拜政府 我跟你说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啊 在迪拜有80%到90%的本地人口 也就是绝大多数的本地人 都是为政府部门国企工作的 What 所以你看哈迪拜这个城市 是有点像一个巨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首先 几乎所有的本地人都是给政府工作 都是他的员工 董事长呢 就是这个酋长 然后这个公司 他招来了七倍于本地人数量的外地人 就像是个外包团队 帮他们搞基建 搞城市建设 等这项目都完工了以后呢 每年又会吸引来40倍于本地人的外商游客 来消费投资 政府这家公司呢 就有点像个地主在这收钱 是吧 你有没有感觉把它想像是一个公司 好像更容易理解一点 好像有点道理 基于他这个公司型政府的特点 咱就站在经济的角度来浅分析一下 你看一般的政府 他有点相当于一个经济的旁观者 管理者 而像迪拜这种 几乎完全国有化的公司型政府 他就完全是这个经济的参与者 那些庞大的地产开发项 他就是政府自己家的 即使像迪拜这么有钱 他也得是要举债去建的 所以经济好的时候 他会更赚钱 但万一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其实更容易破产 所以说迪拜这个城市 这个酋长国 从长期来讲 他非常底层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有更高的风险 这个是迪拜政府 五年期债务的信用利差 简单来说 就这个利差越高 就说明他的违约风险越高 你看这几年 迪拜的信用状况确实不错 利差才70多个基点 但08年金融危机那会儿 都飙到900多了 当时迪拜政府 他也确实非常激进 像那些棕榈岛 迪拜世界 这些人工岛项目 其实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的 08年之前那会儿 迪拜世界集团的债务 一度高达800亿美元 结果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他立刻就陷入了 现金流危机 而你知道 他是怎么渡过难关的吗 还是得亏了 他边上的石油土豪大哥 阿布扎比来帮他兜底 借了他100亿美元 还给他担保 才帮助这个亮亮腔腔的迪拜 完成了债务重组 其实不光这一次 包括13年和18年 这个阿布扎比 都两次帮助迪拜 完成了债务重组 你看这个是过去20来年 迪拜的房地产价格指数 这两年价格确实挺猛 但是你很明显能看到 这个波动其实是非常剧烈的 而这个波动呢 它其实会直接反映到 政府的收入 政府的信用 所以长期来看 相对于一般的国家政府来说 迪拜它其实是有更高的风险 尤其是它又不像 其他中东那些地区 有石油保地 当然风险更高 它预期的收益也更大 所以说这个风险高呢 不能说是它的问题 只能说是它的特点 咱就是这么严谨 现在的迪拜呢 它又面临着一系列 非常大的挑战 有一些我们常听说的 非常直观的 比如说沙漠化严重 缺水严重 它的人造岛正在下沉 包括我们刚刚说的洗钱问题 外来劳工的人权问题等等 这些也都是不小的挑战 但是它在短期内 也不是很棘手 我认为对迪拜来说 它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 其实是竞争 就来自中东其他城市 其他国家的竞争 随着新能源飞速发展 全球的去石油化 可能比大家想象中会来得更快 中东这些石油土豪们 可能慢慢也意识到了 我这石油可能都还没用光的 人们就已经不需要它了 而且很可能就是在十年之内 这些国家也面临着 和几十年前迪拜类似的处境 就手里有钱 但是不可持续 所以他们也都效仿着迪拜的模式 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 砸重金 打造自己的未来支撑 趁自己还有点家底 赶紧转型 迪拜不是减免税收 搞自贸区吗 我也搞 你看它周围那一圈 卡塔尔 沙特 巴林 阿曼 特维特也都照葫芦花条 对吧 减免税搞自贸区 迪拜不是大搞建设 建那些吸引眼球的建筑 来宣传自己吗 我也建 你看沙特 卡塔尔 特维特 都提出了自己的愿景计划 都在修建比迪拜更夸张 更不可思议的项目 卡塔尔已经给世界杯 建了大量的场馆 酒店 还正在建那个卢塞尔城 直接给你来一个 38平方公里 20万人口的新城 各种智能化绿色能源 都是从底层开始搭建 阿布扎比正在建一个萨迪亚特等 卢浮宫是已经建好了 确实非常漂亮 还在建各种博物馆 度假村 最豪的沙特 那就更敢想了 你比如说他要建那个The Line 就在沙漠里 直接起一个500米高 宽200米 全程170公里的线性城市 全是两排平行的摩天大楼 人就在这里头起居生活 然后外边就全是沙漠 还有Oxygen 一个八边形 全幅结构的工业城市 Trojana 一个山地度假村 还可以滑雪 当然迪拜也不甘示弱 他正在筹办宏大的2040蔚来城 力争要把迪拜 变一个沙漠里 变成全球最宜居的城市 他要搞一个环城的步行街 全密闭 24小时空调 他要建更高的摩天大楼 更大的商业中心 更大的机场等等 我跟你说 你现在要是去这些中东地区 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 真的到处都在施工 到处都在建各种新项目 而这些所有的项目 你甭管它多么的新奇 多么的庞大 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就是可持续发展 他都会强调 自己是零污染 零碳碳放 其实就是想改变 在人们心目中 那个石油土豪的标签 想要变成另一个迪拜 甚至是更好的迪拜 这也是为什么 你会感觉到中东这两年 各个地区都在非常活跃地 举办各种赛事 你说卡塔尔 为什么要达上千亿 办世界杯 在沙漠里头建一堆 空调房足球场 学迪拜嘛 沙特足球队 为什么要挖重金 去买C罗 内马尔 本泽马 坦特等等的国际巨星 他为什么要去举办 电竞世界杯 学迪拜嘛 阿布扎比 为什么要请刘亦菲 合作拍宣传片 那就更不用说了 学迪拜嘛 你看哈 迪拜确实已经建立起来了 巨大的先发优势 但你不得不说 他这些邻居是真有钱 预算都在千亿美元以上 沙特甚至超过了万亿美元 就这烧钱的能力哈 迪拜真是比不过 现在的中东呢 对资金 对基建的这个需求 是非常极客的 以前那些 无脑流向迪拜的钱 现在可能都得寻思寻思 对吧 我是投迪拜呢 还是投沙特 还是投卡塔尔呢 对吧 哪一个的投资汇报率更高 这些都会给迪拜 带来非常大的竞争 迪拜做任何事情 它的成本都会提高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 短期内对它最大的挑战 最后哈 我再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这期视频呢 我用的数据其实并不多 确实是因为迪拜 它本身的数据比较有限 大部分的数据 都是整个阿联酋的 但在阿联酋里边呢 迪拜跟阿布扎比的情况 又完全不一样 所以可能就也没法用 大家也就没看到 那些常规的什么 通货膨胀啊 利率这些分析 不过我估计啊 我要是不说呢 你们可能也没发现